每年尼罗河水的泛滥使生命重返大地和人间 同时也教会古埃及人如何计算时间以及工程统计天文知识等 尼罗河确实把人民变成了一个整体 因此尼罗河是埃及政治统一体的建立者 上埃及是古籍最多的地区 其历史最为悠久 对文明史的推动和发展也起到了实际作用 可以追溯到在托勒密王朝时期受法老文明影响的希腊文明 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的塔布 这是上埃及许多地区中的第四区中的一个城市名 大概自中王国公元前2133年到公元前1786年 现在我们开始参观卢克索神庙 以便对上埃及的部分古迹有所了解 考古发现证明 卡纳克神庙和卢克索城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王国时期 大概在公元前2686年到公元前2181年 或者更早 到达卢克索我们看到的这座巨大的神庙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 神庙自北向南采一轴线 两边分裂数牌具住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阿蒙和泰普三世精美的雕像 据信史记载 这座神庙奠基于中王国时期 而早期的基石已不知所踪 无迹可寻 阿蒙和泰普三世把地址特别选在 旧神庙或中王国的宫殿的旧址之上 阿蒙和泰普三世力排众议 下令建造这座神庙 目的是 一要肯定他是太阳神阿蒙的儿子 二表示他有权利统治埃及 是因为他是埃及法老的第一个儿子 在那里 拉米西塞尔市重建一些宫殿 并把他的名字记录上去 拉米西塞尔市执政后 分别是穆兰白塔哈 西提尔市 拉米西塞尔市 四市 六市 在元代 塔布的重要性与地位开始越来越弱 所以基督教把教堂建在 拉米西塞尔市神庙的遗址之上 之后穆斯林也把清真寺建在了同样的地方 同时 哈齐普苏特女王和塔哈塔米斯国王 在这一地区的北部建筑了一些神庙 由三个宫殿组成 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 神庙的面积 853盖黛姆 长 181盖黛姆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两个阶段 卢克索神庙是阿蒙和泰普三世 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 太阳神阿蒙 母亲月亮神木特而建成的 国王也命令把自己生日的故事刻在了神庙的墙上 现在我们来到神庙前 迎面是两座拉美西塞尔市的座像 旁边是两座方间碑 材质为玫瑰色花岗岩 其中之一高22.2米 另一块送给了法国 现出力在巴黎的协和广场 起初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 有一条三公里长的永道相连 两边配以各种各样的雕像 这条路当初被称为康巴斯 这条路是为神去探望他的妻子 穆特而建成的 卡纳克神庙被认为是记录历史 和存在中王国乃至埃及 埃及托罗密政权时期历史的现实载体 这些时期的国王们在卡纳克的境地内建造了许多的宫殿 这些举动既有政治目的 这些举动既有政治目的 又有取悦神的意愿 包括临近的阿蒙神的神庙 以及数个存在于南方的小神庙 如汉苏神庙 阿白特神庙 还有位于北方的白塔哈神庙 位于东边的阿顿神庙 卡纳克这块神圣的土地 不仅仅是属于阿蒙神 同时也属于其他的神灵 十八王朝的阿蒙和泰普一世 他是第一个产生在卡纳克建造神庙想法的人 塔赫塔米斯一世建造了被称为第五宫的著名宫殿 然后又在殿前修建了有许多柱子支撑的代客厅 不久之后他的西部建造了另一座宫殿 即著名的第四宫殿 殿前处立着两座红色花钢岩的方间碑 高19.20米 在伊和纳顿死去之后 崇拜阿顿神的宗教开始出现 之后 图坦卡蒙在把首都从山包迁到经地之后归来 图坦卡蒙在伊和纳顿执政期间叫做图坦卡顿 之所以把他的名字改成为图坦卡蒙 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众神之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哈吉普苏特时期 他在第四和第五宫殿之间建造了两座坊间碑 高29.2米 与此同时 他还将他的父亲塔赫塔米斯一世建造的 由两个支柱的大厅移走 重新建造了另外的一些宫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于洗玉的圣壶 禁止常人进入 只准许祭司进入 现在我们前往参观位于尼罗河沿岸的卢克索博物馆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塔赫塔米斯三世的雕像 是他青年时期 头戴埃及右蜀王冠走向神的情景 这座雕像被认为是埃及新王国时期艺术的典范 这里是塔赫塔米斯三世的头像雕刻 他头戴新王国时期独有的鄙视王冠 即公元前1490年到公元前1436年间的十八王朝时期 这是巴姆的雕像 在证史中有关于他的记载 他是公元前1490年到公元前1436年塔赫塔米斯王朝末期的要员 是国王的第一位使者 在国王面前很有地位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爱马树下 恶神苏北克和春风神接受苏北克的大祭司比亚的礼拜 在这个牌子上 比亚和他的儿子 他的母亲阿雅 他的妻子坦特 给神运送献身的遗仗队 他坐在他们的前面 同时我们还看到部分用象形文字书写的名文 在恶神苏北克神庙中有一块巨石 是来自阿蒙仓库管理人的馈赠 在巨石的两侧雕刻有许多的图像 这是阿蒙和泰普三世和恶神苏北克在一起的雕像 拉米西萨二世按照其惯例霸占了这一个雕像 他更改了阿蒙和泰普三世的名字 其他的一些名文的内容 以及国王的佩戴 同时发现这座雕像内有一口井 原来其中充满了水 这个遗迹的发现被认为是埃及科技史上不可磨灭的主要事件之一 这块牌子赞美了卡米斯国王的胜利 还讲述了国王战胜位于三角洲地区的海克苏苏的首都 埃瓦里斯的事件 这些船是当时图坦卡蒙临幕中的陪葬品 他希望借此可以遨游太空 据在 当图坦卡蒙安葬在帝王谷时 这种座位陪葬品的船不少于22艘 这些植草画上的内容表达的是古埃及人信奉太阳神的情况 并且深信人也会像太阳一样每天周而复始 死后复活 这些植草上的象形文字标出了许多幽冥世界的情况 叶大和阿迪明塔载着太阳的光环去往下界 古埃及人诚信死后复活 就像太阳每天的轮回一样 这是阿蒙和泰普三世时期书籍官伊本哈普的雕像 这是塞和麦神 在新王国时期很受崇拜 伊和纳顿自称 他是以这个头像为代表的 惊人艺术表现手法的极大成者 这块牌子是在卡纳克神庙被发现的 是阿姆努菲斯四世时期的作品 他是在伊和纳顿之后再次佩戴太阳光环的人 这些牌子表现的是工人们在神庙中和工厂中劳动时的情况 有时是阿顿佩戴光环的图像 有时是其他的情景 有时是他与他的妻子纳法尔提提在一起的场景 这个相邻的彩色雕像是中世纪公元前1971年到1971年 公元前1926年十二王朝的作品 这个彩色装饰师侠是1080年至稍后一点的750年的21到23王朝时期的作品 这个巨型头像表达的是后幽靡世界的情况 是由阿姆努菲斯三世在卡纳克神庙地区所建造的 这个牛头的雕像是图坦卡蒙古迹中发现的具有牛头形象的哈特侯勒神的图像之一 这是一个以图坦卡蒙古迹中的面容出现的阿蒙神的雕像 这是一个以图坦卡蒙的面容出现的阿蒙神的雕像 这是公元前中世纪1878年到1840年 塞索尔三世的雕像 在这个时代的雕刻手法与先前的有所区别 这种手法被称为现实主义手法 这组雕刻表现的是音乐家和舞蹈家在宗教节日庆祝他们的神灵的欢乐场景 这个彩排上雕刻着阿蒙敏神 这是阿蒙神和掌款土地的敏神同时出现的多幅图案之一 这是阿蒙弩菲斯二世的半身坐像 高110厘米 属于公元前1439年到公元前1413年18王朝时期的作品 我们走出卢阔索博物馆 看到两座建造在阿蒙和太普三世神庙前的巨大雕像 其他的雕像已经完全损坏 仅剩下这两座 阿蒙和太普三世端坐在宝座之上 仅存的这两座雕像 每当黎明时分便发出了风鸣声 因此希腊罗马时期把这两座雕像 命名为门农神像 门农是埃萨俄比亚的一位英雄 他曾经帮助被围困的塔勒瓦迪人作战 后来他牺牲了 他的母亲到处寻找他 并向神哀求 他求神指引他找到他的儿子 并拯救他 神在黎明时分通过声音指引他 当他听到声音时哭了 他的眼泪接连滚落 像呼唤的声音一样 现在我们前往西部山谷去参观部分的陵墓 新王国时期的许多国王把他们的墓地选在了西方陆地 同时也把自己的神庙放在东方代表复活 当初的法老观察到太阳每天早上东升 傍晚西落 次日再重复 因此法老乘信 他们的自身也会像太阳一样 于是把自己的墓地选在西方的陆地上 图坦卡蒙林木在被盗墓贼偷盗3350年之后 于1922年被发掘 在这里我们看到埃王正在给图坦卡蒙举行宗教仪式 他打开入口 那分为掌管已故国王的天空神纳特 然后是图坦卡蒙的死神 和灵魂守护神奥祖里斯 这是拉美西斯六世的陵墓 包括下节书中描绘的主要内容 墓顶的彩绘中有关于掌管天空的神纳特的场景 按照当初的习惯 要在死者的尸侠中放很多的植草 上面包括大量死亡书中的宗教明文 以愿死者能够容易地到达奥子里天堂 另外有部分情景和明文描述了死后审判的情况 这些情景有的绘制在了植草之上 有的雕刻在了墙壁之上 现在我们将知道死者在清洁之后进入审判大厅发生的情况 以及他对自己所作罪恶的陈述 他说 众神啊 祝福你们 我知道你们以及你们的名字 我在你们面前无力抵挡 求你们不要降罪于我 我却已履行了公正 实践了诚信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世界的死者审判的情景 奥祖里斯 有42个神陪同着他共同审判死者 他说 生活在真理之上 我让心饱食公正 我给饥饿者面包 我给饥饿者饮水 我受以赤裸者衣服 我虔诚向神灵献生 献生者死者有份 所以伟大的神啊 你们拯救我们吧 你们保佑我吧 因为我是口敬守敬的人 所以伟大的神 这是门哈泰普二世的陵墓 石头全部是华丽的彩绘 好像是巨大的植草画 上面有许多图像和关于幽冥世界的名文 至于墓顶则是以蓝色 配以黄色星图 这个大厅的柱子上雕刻着门哈泰普二世的图像 同时还有许多已故国王和部分神灵的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另外一个奇怪的陵墓 即侯勒曼汉普的陵墓 包括了许多色彩鲜艳的陵框 这个陵墓的发现 被认为是在图坦卡蒙陵墓发现之后的 又一个重大发现 这是由美国考古人员 于1908年2月25日发现的 侯勒曼汉普的陵墓 不仅仅在帝王谷 因为他早期曾经是一位带兵的军官 他的陵墓在萨卡拉也有 关于他的场景的作品 分布在世界上许多的博物馆中 但大部分在荷兰的拉丹博物馆 其余的部分分别存放在 伦敦 纽约 巴黎和维也纳的博物馆之中 这是拉美西斯一世西提的父亲的陵墓 由各种漂亮的花边装饰 并配有诗文和图画 这是尼罗河之旅 他们前往埃比道斯去完成潮境 这是装饰华丽的拉美西斯三世的陵墓 拉美西斯三世正在向神献生 这是运送死者前往西方陆地 安葬及献生的场景 这是十九王朝时期的阿淑拉人和努比亚人的情景 这是人类跪拜死神安努比斯的情景 三珍和他的妻子在收获期间坐在田里的情景 这是装饰华丽的纳赫泰的陵墓 他曾是塔和塔米斯时期的国家主要人员 这是拉姆兹的陵墓 是门海泰普三世末期和门海泰普四世 及一和那顿初期为耀元所建立的陵墓